约室要试验他们的哥哥们, 叫他们的哥哥们带便雅敏的小孩一起去。 当去的时候, 雅各很伤心,因为他很疼爱这两个儿子, 一个儿子已经去,认知上没有了。 另一个儿子现在又要去冒险, 他现在很担心。 所以他就说,如果是这样的话, 你叫我现在白头人预备送黑头人, 我就会很悲惨地下阴间的了。 所以概念下, 有些人是下阴间的。 甚至在另一件事里, 文数记记了一件事, 就是当以色列人来得罪上帝的时候发怨言, 遭遇了一件事, 第二就是地就裂开了, 然后铐生就吞了这些人下的地, 好像蓬佩古城那样, 将这些人吞了在地里面, 活活地堕落阴间。 这里里面这段经文, 并非在表示一件事, 其实事实上我们不是完全知道, 是否上帝特意要开地来裂开, 用这些意外来惩罚世界上的人。 现在这里所说的, 我想和弟兄姐妹分享的重点是, 他们看到一个现象, 一个现象就是一个意外来的, 这个意外就是, 或者人生里面有一个悲剧, 这个悲剧就是, 总之就是, 类似一个地震的情况, 那些人就死了。 我要解释, 那些人死了, 遇到这个意外去了哪里呢? 在他们的认知之下, 他们落了这个阴阶, 所以在这个《摩西五经》里面, 其实他没有什么想法, 人死了之后会不会去天堂, 他没有这个想法, 他也没有想法人死了之后, 我们是否要在地狱那里排队, 好像轮后上公屋那样, 要轮后受审判, 他没有这个概念, 他只是知道, 大体上, 人生里面重要的是问, 如果我能够做得好, 上帝赐福我, 我就长命点了, 我就有子女了, 但我完成了我人生的责任, 我就没有遗憾的了, 我就离开这个世界了, 就交给其他人去继续发展这个民族, 去延续这个民族的荣华, 将来可发展的空间, 但是在他们生命里面, 他们又确实经验了一些事, 就是有些人真的遇到一些生命里面的厄运, 所以这些厄运他们就理解为, 为什么这些人生命里面有这些悲剧, 那么他们去了哪里呢? 所以在他们的概念里面, 不是在说, 最少在《摩西五经》的时候, 他并不是在说, 每一个人都会落阴间, 他是在说, 有一小撮的人, 他们遇到这个厄运的时候, 他们就会落阴间的, 这是最主要的说法, 好, 大体上大家会有一个概念, 如果今天我们在传统的基督教里面, 因为我们有耶稣基督的思想, 所以我们会说, 死后我们有审判, 在今生里面, 我们就等候将来上天阁, 这是一个非常新弱的对生死观念的看法, 在这个犹太人的旧弱的圣经里面, 在以色列的民族里面, 他不会在说这件事, 因为他不是在说一个遥远的将来是怎样, 他首先要问的问题就是, 我怎样好好地在今天这个世界上里面, 好好地生存下去, 所以这个观念基本上支配着整个犹太人来说, 他有一种很强的生存意志, 这种去到先知书的时候, 同样有这个继承的情况, 所以先知书我就跟大家集中去思想一点, 我只会抽几个例子, 就讲一下他们的生存意义的问题, 有几个经验, 一个经验就是在《撒姆尔记》下的第22章, 其实里面这个同样被后来的诗篇第18篇记载了, 这个就是大卫讲自己一首的诗歌, 这个大卫的诗歌就是益述在他生命里面, 遇到一些不同的危难, 他就觉得有很多危险的情况下, 但是他就想起一件事, 他就发觉, 他就做一个诗歌里面说的, 《阴间的承索纏扰我》, 《死亡的网络临到我》, 或者我再读一次, 《阴间的承索纏扰我》, 《死亡的网络临到我》, 他在经验生命里面一些危机, 这些危机可能是人制的, 可能有很多的, 但是都逼他接近这个死亡的边缘, 在这种死亡的边缘里面, 他好像在想自己的事, 他就会落到《阴间》那里了, 但是在当中他经验到, 跟这个生命里面的搏斗, 或者他的理解里面有耶和华的帮助, 他就经验到这种的德性, 还有另一个故事很有趣的, 这个故事很特别, 这个故事就是在希伯来人的中间有一个女人, 叫做哈娜, 这个哈娜出了名是母子生的, 不过在今天的香港就没什么所谓, 其实我们选择不生的很多时候, 但是他们当时来说, 在古代的社会, 不能生是一种痛苦来的, 尤其刚才我们说了《摩生五经》的概念下, 没办法继后香灯, 整个民族的生存就出现了问题, 人丁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来的, 所以在这种思想下, 他就很痛苦了, 哈娜就一直在等着希望有儿子生, 结果当他生了个儿子的时候, 圣经在《撒母耳记》上第二章记载了一首哈娜的祷告, 这个哈娜的祷告的其中一节很难理解的, 耶和说, 使人死又使人活, 使人下阴间又使人往上升, 很有趣的, 这句讨告的内容, 当你有儿子生, 当然是庆祝, 上帝使人有得生, 而且是儿孙满堂, 年生季子, 如果土文是说这些, 很容易理解的, 你不会说一天你去庆贺, 去医院那里, 见到有个亲朋戚友, 他生了去探他的时候, 你会说, 真是感谢主啊, 耶和说, 使人死又使人活, 使人落阴间, 你不会这样跟他说的, 可能他本来要休养的, 也要站起来请你走也不行, 所以这个的土文是一个很特别, 不过这个土文, 如果放在当时的古代的处境里面, 可能在当中跟我们现在这个时代不同, 可能会更加明白, 他知道自己有得生, 当然这个有得生, 除了一方面是他自己的一个经验之外, 他都可能经验过很多周围, 他所见到的现象里面, 能够生成, 不是一个必然的, 在当中这个生命, 不是一个必然的, 生得成, 这个是上帝一个很大的恩典来的, 在当中是上帝让到他有得生, 但很多人其实, 上帝未必让到他来到这个世界的, 他的生命, 所以这种体验, 当中经验到这个生命和死亡, 其实是一种很接近的, 在这里面, 因为这个生的例子, 我们也和大家分享一个真实的经验, 在当中, 我当然没得生的了, 我是男人来的, 但是我老婆, 我现在有两个女儿, 我一大女儿就八岁, 小女儿就两岁多, 我们中间有一个怀孕的过程, 中间本来应该多一个, 当时怀孕没多久之后, 还了一段时间之后, 后来我们才知道有这个的小朋友, 但是当时可能那段时间的工作很粗劳, 太太可能的时间休息不足够, 也就像这样, 经常教夜课, 去讲座, 很多时候都很晚才回家, 但是当时还未知有小朋友, 当他知道有的时候, 其实那个小朋友已经不太稳定了, 要安胎啊, 要看医生啊, 有很多的照料, 中医、西医, 但是一次到很危险的时候, 我有不同的亲人打来安慰我们, 其中一个就是我弟弟, 我弟弟就是医生, 不告诉大家是哪里的医生, 你猜到是你的事了, 总之有一次他跟我聊电话, 他就试图安慰我, 他就跟我说, 他说你们两个都从后生, 如果真的没了的话都不要紧的, 将来都有机会的, 何况现在他也是一个兽精卵, 我们听到的时候, 这个不知道是不是医学角度, 一定是这样说的, 就是一个兽精卵, 意思是都不知道是什么, 就是未是惹, 或者是惹就不是人, 就是当我来到听到的时候, 我知道他想安慰我, 不过幸好他是用电话跟我聊, 如果不是, 肯定我不是十四巴港女, 但是都是十四巴港男的, 心里面很难过, 当我听到的时候, 对我们来到说, 是一件很伤痛的事情, 知道这件事, 最终, 天父没有让到这个生命, 来到这个世界, 但是那段时间, 当我们从第一天知道, 一直在过程当中, 我们每一天都为他祈祷, 我甚至这样去祷告, 天父说如果这个生命生出来, 他的健康是有问题的, 我们都要的, 我们都很想去照大他, 求你给我们, 天父没有给我们, 当我们心里面这样难过的时候, 他就离开了, 甚至到今天里面, 我的大女儿, 经常跟我两岁几个小女儿, 说的, 当每逢我两岁几个小女儿, 击他的时候, 他就会跟他说, 你不要以为我只有你一个妹妹, 我从有一个妹妹在天父那里, 他每次就会这样跟他说, 因为对他来说, 那个是生命来的, 当然这个不一定是一个很全面医学的角度, 但是我们知道他会演变成一个生命, 所以我们的概念里面, 这个不是一个信仰的角度, 在他预备有一刻里面, 我们就这样为他祷告, 事实上是这样的, 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 是一个怀胎成人的过程, 他已经可以立即显现了, 而且可以走快点去成就救恩, 如果他只有三年的工作, 如果他早点来的, 那就多做几年了, 那可能更好, 但是整个圣经里面, 并不是以一个成人的耶稣, 作为整个基督教的开始, 在整个概念里面是耶稣, 在一个受孕的过程, 所以当中呢, 这个的亲戚, 伊丽莎伯和玛利亚见面的时候, 他们会有反应的嘛, 那个不是因为耶稣已经成为了那个婴孩, 出来之后, 那个反应在他的母胎里面的时候, 已经有反应的, 这个是生命来的, 是我们在经验那种生命的关系, 所以当我们来看的时候呢, 对我们来说是一个痛苦的经验, 因为当这个生命没有来到的时候, 我们很痛苦, 但是当我们来到想的时候, 就有很多神学的问题出来的嘛, 那这个没有来到世界的baby去了哪里呢? 这个没有来到世界的baby, 那他会不会落地獄呢? 他会去了怎样呢? 当然会衍生很多问题, 受精卵就是一个问题啦, 但就算生了, 有人有类近的经验, 生了之后腰折, 那之类之类的时候, 他会去了哪里呢? 当我们在想的时候, 如果当我们来到他, 继续转下去的时候, 我们发觉, 我们可以给出千万个可能的神学的答案, 但是我们发觉, 在那一刻里我们很疲倦, 我们发觉其实很难找到一个很满意的答案, 尤其是, 天父母即刻, 显然在我的面前, 说个答案给我知道嘛, 但是我们的问题, 在那一刻里我最需要的是什么呀? 不只是有个医护人员告诉我, 那只不过是守正论, 你从年轻人有得生, 这些都是宝贵的, 这些知识都重要的, 但是最重要来到说, 生命里面我们需要一种力量, 当我们面对一些我们生命里面的遗憾的时候, 但是生命的当中, 那个答案怎样来的呢? 我暂时买个关子先, 不过在这里里面, 我们有个思想, 争扎是什么? 怎样可以 继续积极地 去面对我们的生活, 和我们的信仰生活呢? 上帝, 我们都向你求了, 我们说了, 他生命不健康, 我们都要了, 为什么上帝你不让我们呢? 当中这个答案呢, 我们的心里面的想法呢, 稍后再来到说, 不过呢, 我想说这个哈拿的祷告, 他所经验着一个, 所以死亡的经验, 不是来自着一种的, 一种真是人去到面对病了, 活在这个世界上很多年的经验, 就算每一个人, 尤其是我们要向很多的女性, 有一种的尊敬, 有一种的敬意, 他们每一个怀胎, 其实都在经验着这种生命的争扎, 事实上在这个世界上, 就算在这么文明的香港社会里面, miscarriage 亦是一个很经常的经验, 当我们这样来到分享我们的经验的时候, 我们发觉很多的姊妹, 就忽然间跟我们说, 以前我也有过这种的伤痛, 就是他重新, 他这些很多, 不知怎样去面对的, 教会里面, 不知怎样去表达的这种生命里面的争扎, 他不知怎样去述说这种经验, 但这种经验其实, 是需要被分享出来的, 怎样来说呢? 当我们这样去说的时候, 有机会有很多人跟我们分享, 原来也有很多弟兄姊妹, 在面对着相同的争扎, 所以我们明白, 当哈纳能生得到的时候, 他这个的祷告, 其实是一种可以说某个程度, 是代表了当时整个时代女性的一种的父性, 甚至在当中有多一个例子, 这个例子就是希西家王, 希西家王在这个以塞亚书的时候, 他就面对着他自己有一个病, 在中年的时候, 当他执政如日方中的时候, 他突然间就遇到一个生命里面的危机, 他知道自己有病, 圣经就没有交代是什么病, 不过中年人有病, 不奇怪,我们很多时候都听这些例子, 各位医务人员的时候都会听很多, 当他面对一个病患的时候, 他就知道自己将会有生命的危机, 他想着自己将会进入阴间的门, 他想着自己正如的年日不多了, 在这种生命里面的经验的时候, 他知道自己和世上的居民不再会有机会来见面, 最特别的描述在第十二节, 我的住处被迁去离开我, 好像牧羊的帐篷一样, 很有趣,他的说法不是说, 我离开世界了, 我将会离开现在我所住的帐篷, 如果这样说很合理, 我会离开现在所住的帐篷, 因为我离开了, 但很有趣,他的描述刚刚相反, 他要死的时候, 但他在说, 好像住处要搬走一样, 好像反过来来说的, 生命的讽刺, 无奈, 找不住的体会, 甚至面对当时的病的时候, 他那种痛苦的挣扎, 好像小鳥在那里叫哀鸣一样, 好像断了骨头, 好像躺在病床那里, 看着天空那样, 眼睛很困倦, 一生的年日, 他知道快没有了, 但在这个时刻里, 他有一种很强的意志, 求你使我存遇, 仍然能够存活, 原来阴间是不能够清借你的, 死亡是不能够纵扬你的, 只有活人才能够清借你, 所以希西加恳求上帝医好他, 很有趣, 在这个旧约的圣经里面, 充满着生命斗士的故事, 但是很有趣, 耶稣基督正正相反的, 在这个厄西玛利园的讨告, 耶稣是什么? 若然可以的时候, 你叫这个苦杯离开我, 但是最终, 耶稣是走上这个十字架的道路, 但是这个和整个旧约的圣经是很不同的, 在这个旧约的圣经里面, 我们再说, 在整个希伯来的民族思想的底下, 他们整个的关注点就是, 生命, 个人的延续, 以及整个的民族那种的, 继续的可以发展, 所以对他们来说, 在这种思维底下, 他们有很强的求生意志, 这点仍然是值得, 这个在某个程度, 也值得我们, 可能我们的社会, 或者我们自己, 未必可能遇到与他相同, 那么大的危机, 但是从他生命的故事里面看到, 有时和人分享的时候, 这个整个的旧约圣经, 其实是一种, 如果我们能够更多地, 去演绎当中的故事, 尤其是可能你, 面对病患当中的朋友们, 如果他有基督宗教的背景, 我们可以从很多旧约圣经当中, 看到这些生命奋斗的故事, 当中他们有生命斗士, 有一种求活的意志, 但也有一点例外, 这个例外在撒母耳记上28章, 我们就不花很长时间来说了, 这个是希伯来人的信仰里面, 他们自己不认同的, 不过当时有其中一个皇帝, 叫做素罗王, 这个素罗王有一个交轨的法术, 因为他面对外敌的入侵, 他很害怕, 于是他找了一个灵媒, 求灵媒帮他来招撒母耳上来, 最特别的记载第15节, 就说这个撒母耳跟着就好像真的上了来, 就跟这个素罗说, 你做什么烦着我啊, 我明明都好地地, 你来搞住我啊, 很多人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 就会有很多问题, 究竟这些是真不是真啊, 当然我都很难回答你, 我没有跟撒母耳沟通过, 我都不太知道它是真不是真, 不过这种经验, 这些宗教现象, 不过这就不是属于基督宗教所认可的宗教现象, 但是这个现象, 基本上它不是无知于这种现象, 这种现象其实很多时候都有发生的, 甚至我们很多时候都听到很多的朋友, 有时分享有这类的经验, 其中一次就是因为我在大学里面很多时候都喜欢讲这些关乎生死死死后的情况究竟是怎样的, 这些文献, 其中一个学生有一次就特意约我, 就有机会聊天, 为什么他找我聊天呢? 因为他觉得他生命里面有一种的痛苦, 那种痛苦就是他面对他爸爸离开了世界, 当他爸爸离开了世界的时候, 其中一次的经验就是他预备如何安排他爸爸的喪事的时候, 其中一次就有一个, 太响了是不是? 好啊, 这样会不会OK一点? 好啊, 大家, 你试一下我就可以了, 有时我讲得太兴奋了, 就是不知道的, 那就是有一个灵媒的经验, 那他就是有一次有一个朋友, 他专门在, 其实不是朋友, 而是邻居, 他不认识的, 当时不认识的, 那个邻居呢, 就是在那些殯儀馆那里做的, 有一天, 当他回家的时候, 哪儿呢? 哎, 我腹小子大小ige,